大家好我是你们老朋友 昨天还穿着连接衣服 今天我穿了三件衣服 连着四十八斗 现在的温度估计只有这个三十度的样子 那么一到整天这个季节 到了冬天很多朋友就问 我冬天开空调 到底有没有必要按这个AC键 现在这个油价这么贵 按了AC键是不是会多好油 我今天给大家解析一下这个问题 首先大家看见 我现在我是开了27度 我是开了AC键 自动空调 我现在把这个空调先关了 我要是一按自动空调 我不论你按多少度 它这个AC键都自动给你开起的 这就是这个自动空调 默认的开AC键 那么为什么要开AC键呢 其实它这么干的这个目的也非常简单 就是让你这个空调用的舒适 不是为了让你这个节油 所以接下来这个第一功能就是 如果我现在自己把这个AC键把它摁掉了 那么这样是不是会节油呢 这一点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 必然是要节油一些 因为AC键实际上就是这个空调压缩机的开关 而我们这个燃油车上空调压缩机 就是依靠这个发动机的机械能 直接驱动压缩机运转 因为皮带带动了 大家看到我只要把这个AC键关掉之后 那么它的这个压缩机就不会再动了 这样的话呢 你发动机输出来的做工 就不会被压缩机分掉一部分 全部都用到其他地方了 那么发动机就不用做工做这么大了嘛 也就是说省油了 但是为什么自动空调一开启之后 它就会优先把AC键给你一块开启呢 当然有少部分车 如果你人为暗掉了 它不会开 但是我就说了很多车子 你只要开自动空调 它都会把AC键给你开起来 其实这么做 我刚才跟他说了 就是让你更舒适 虽然说我们冬天在车里面开空调吹热风 我们的热风是依靠发动机产生的这个废热 然后循环进来 把它这个带来 实际上我们叫废物利用 如果说单纯只是吹热风 就跟家里面吹暖气一样 这个是不会额外增加油耗的 但是废物利用进来的热风的热链 它只能够通过风的大小来调节 所以这个时候控制车内的热链的话 就只有靠这个风的大小来调节 但是一旦把AC键开启之后 除了有热风 还有冷风进来 这个时候冷热风门 它就会根据你设定的温度 去调节冷热风的比例 这个时候吹吹热风 除了你可以通过风链的大小来调节进来的热链之外 还结合了冷热风的混合 控制进入车内的热链 这样的话车里面的温度 它会调的更精准更舒适一些 除了这一个原因之外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如果我们遇到外面下雨 或者外面空气湿度比较大 冷天的话 外面的温度比较低 车内的如果温度比较高 而且空气很湿的话 那么很容易在挡风玻璃上面 包括这个车档上全部都起雾 这个时候如果开了AC键之后 空调制冷的话 还兼有一个除湿的功能 这样的话就可以快速的 把车内的空气变成线度更干燥 减少挡风玻璃的起雾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自动空调很多会把AC键给你 默认给你开启 当然原理之后我们就清楚了 假如说你是为了省油 你不在乎舒适体验 而且你们当地空气比较干燥 不容易起雾 我给你讲了 直接把AC键关掉 这样的话对你一点影响都没有 而且确确实是它能省油 如果说起雾比较严重 空气速度比较大 而且你对这么一点点油耗 不是那么很在乎的话 感觉自己更舒适 那么建议大家 就没有必要去关闭这个AC键了 毕竟AC键开启和关闭 中间这个油耗差距其实是非常小的 好了 以上就是这个喵哥 给大家讲清楚这个事情了 如果为了自己舒服 就不必须管它 自动空调用起就好了 如果说为了这个钱包舒服 就把AC键把它关了吧 当然 如果这个起雾的话 千万不能关啊 安全第一